毛衣標籤上沒看錯 被漆筆給寫上大名 還有這一件 同樣也是在標籤上 寫上大名 只不過是寫在標籤後 至於這件更扯了 名字就直接寫在外套上 送洗衣物店家洗完送回來 衣服主人看到 差點沒昏倒 不只當事人 就連看到畫面的路人 也覺得實在太不可思議 因為把衣服送到洗衣店 一般認知通常是這樣分類的 如果他洗得掉的話 我是覺得洗不掉 那這要賠沒什麼爭議 特別在送洗衣服外 用紙條寫上姓名後巾上 為了就是不破壞客人 送洗的衣物 哪怕是標籤衣角 然而宜蘭這家洗衣店 老闆的衣服 所謂的識別方式 做比較 所有人都想問 老闆難道不怕被客人罵嗎 沒什麼事情 是喔 對 不是很嚴重的 我一定是 以前就是這樣 我做冰是說我們生在一起 帶個頭腦很好 對嗎 不可能頭腦很好 說沒什麼就這樣送你 老闆老生在在 牽涉自己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這樣處理 證為他是頭一次 被消費者投訴 也許只能說 這家洗衣店 真的很不一樣 這位醫生 嚴信宇 宜蘭報導